八度空间电视剧明星真人秀 今年农历新年推出之后 收获了好评无数 而在今天第二季终于正式开拍了 这部贺岁剧除了会延续上一季的故事 剧情集结温馨伦理 三角链等等吸睛的元素之外 也聚焦AI身为诈骗和校云霸凌等等社会议题 希望以风趣幽默的演绎方式 带给观众更多的省觉感悟 导演更透露 剧情是她的真实经历改变 因为上一季拍的时候 是比较多关于亲情 跟小小部分的爱情的部分 那这一次明星二 我们希望加入更多社会议题 就比如说AI诈骗这件事情 跟校园霸凌 因为其实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一直都在我们生活周遭发生 只是我们马来西亚人 不太会把它去bring up 因为我们会觉得跟我们有点远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用网络 所以我觉得网络AI 就是诈骗这件事情 应该大家都去管住 我觉得通过演员们 通过剧本 然后通过表演 希望可以让观众看得到 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或者是身边的家人应该怎么去做 去帮忙这些受害者们 而不是一味地用社会的角度 去批判受害者 明星真人秀2 由第一季的女主角陈子颖领衔主演 除了一众原班人马 也加入了饰演富豪的郭晓东 以及饰演社评人的冯伟泉 一共10名演员参与演出 陈子颖在剧中饰演 事业蒸蒸日上的大明星 真人秀节目越做越大之鱼 还和郭晓东以及冯伟泉 共普三角恋 一共10集的明星真人秀2 将在明年的1月6号开始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四的 晚上9点到10点钟 在本台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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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どär更新的